罗丹博物馆 罗丹最著名的杰作思考者 这个六尺高的巨型雕塑 是在1904年创作的 一个男人正在沉思 他的身躯红壮 随时可以作出强而有力的行动 罗丹雕塑花园 是环绕着罗丹博物馆的户外空间 这个花园经过精心设计 充分配合着园内的雕塑布置 给游客可以在自然和和谐的环境中 欣赏罗丹的作品 是环境 放入雞肉 包著鱷子 外面塗一大塊 包著鱷子 蜜蜜就好了 蜜蜜 包著鱷子 蜜蜜 用鱷子 鱷子 是罗丹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这个雕塑群生动感描维了六位勇敢的加莱士市民 他们自愿牺牲,以拯救被围困的城市 面临牺牲,六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情感和对牺牲的回应 有人似乎对命运逆来信秀,有人展示了挑战 不舍 恐惧,绝望 雕塑深深地捕捉到人类在逆境面前的思想斗争 另一尊为《黑多雨果》的雕塑 地狱之门 这个雕塑描绘了神曲第一部分地狱的一幕 这个雕塑很多部分转化了成为独立作品 例如思考者,问《乌果李诺和他的孩子》三个阴影,等等 适当品嚨 以证象 понимош性 Didger bot 金 täll尊 看到什么样的 比赛 真的 比赛 这个博物馆不止展示罗丹的创作 还展示了他的学生 和同时代艺术家的作品 这个模型是于1876年制作的 是罗丹最早的真人尺寸雕塑之一 而这尊大理石雕刻 是法国政府于1889年订制的 奥古斯特罗丹脱离当时流行的古典形式 以充满动感的方式表达人类感情 成为现代雕塑的关键人物 今天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和公共空间展出 继续启发观众